藻礁公投议题延烧 昨天立院未还委员会 由赵伟蒋万安带队考察三接 没想到却遭到当地里长怒呛 当初引进中游到大潭市国民党 现在反对三接也是国民党 原则变来变去 就好像变色龙一样 而昨天经济官员承认了 这个战桥桥墩的兴建过程 确实影响到藻礁 说法跟总统不一样 经济部长王美华澄清 三接并没有盖在藻礁上 对于连接管线的战桥 也用最大跨度来兴建 是现行伤害最小的方案 三接没有盖在藻礁上 上个月总统试查藻礁 强调三接没有盖在藻礁上 不过立院未还委员会 周三安排是查三接工程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坦言 战桥落敦部分会影响藻礁 面积约0.4公顷 带累的赵伟国民党立委 蒋万安批评 实际状况跟总统说法有出入 那这个战桥呢 我们就是会有桥墩 而且我们是用最大的跨距来做 所以桥墩呢 总是要架在这个岩石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方案 已经是对这个藻礁 做最大的保护 然后伤害是最少最少的 这个部分 昨天蒋万安委员 他是台北市的 他可能对这个感受不深 所谓损伤部分是因为所有管线都要上岸 接给大潭电厂 中游以战桥方式施工是所有方案中最小影响 而桃源大潭里里长则在现场开窗 讲万安 有些话不吐不快也不妄向国民党喊话 做事情要有原则 这政党一定大家会请你支持 你没有原则 变来变去变色隆一样 一直在这边团团团团团团团在 一直在伤害我们感情 搭上早交公投议题 难以立委视察 抢版面却尴尬成了被炮轰的对象 记者消避消避泰北波动